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内鬼抓了蛮多 可网上流传的各种爆料 却是一个没少 以至现如今 离下一代iPhone的发布 眼瞅着都还有小一年的时间 可有关iPhone16都有哪些方面的升级改动 已经传得有鼻子有眼了 实际上 有关iPhone16的升级爆料 其实比往年都更加提前了 早在iPhone15都还没发布的那回人 战哥就已经把iPhone16 引向最核心的升级 抖得一干二净 令不少果粉苦等了一整年的定制超大跌 据说终于要在iPhone16上实在 怎么说呢 虽然果子这枚定制的1.14英寸超大跌 显然不计隔壁安卓阵营 1英寸的MX989要来得吓人 但相比于iPhone15 Pro系列那枚 1.3分之一大跌来说 面积提升了足足30% 参数上还是蛮可观的 毕竟更大的传感器面积 更大的进光量 必然会进一步拉高iPhone16的成像素质 即便目前iPhone的主摄成像素质并不算差 但所谓抵达一级压死人吗 总之 Tiger也很是期待 明年重大升级后的iPhone主摄 又会与国产厂商各家的1英寸大力 擦出怎样的火花 年年都被吊打 年年都被超越 代代都在建制明年的国分 终于能站起来了吗 除此之外 或许正是因为来自主摄传感器的重大升级 让库克有了砍掉 原先那3倍77毫米长焦镜头的勇气 据郭大师说 由于成本的分摊 以及供应链的成熟 明年iPhone16 Pro 将有很大的机会 用上原先Pro Max独享的5倍长焦 这么经典的下放操作 你果子终究是你果子 但是 Tiger要说但是了后 这5倍长焦虽好 但数码裁切 注定是裁切 纵使主摄的成像素质 再怎么炸裂还原 影材到两三倍大小后 都会有不可避免的画质陡然衰竭 就像这样 特别是像iPhone这种 主摄2倍48毫米到5倍 长焦120毫米完全中空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双镜头组合 万一要拍点 那种不远不近 还字节汇动的东东 结果2倍太小 5倍太大 影材虽说不是不行 但那画质属实太美 我不敢看 然后这会儿 你就会回头念那个3倍镜头的好了 而且 5倍前往镜头的加入 必然是对小而美的iPhone16 Pro的机身内部 一个不小的硬件堆砌考验 主板啊 电池啊 芯片啊 等等之类的 每一个都很重要 每一个都不好动 可iPhone就这么大 怎么办 苹果一拍脑门 那就把iPhone放大 于是 便有了6.3英寸的iPhone16 Pro 那么问题来了 可这样就显得iPhone16 Pro Max超大杯 不够大了怎么办 于是 便有了6.9英寸的iPhone16 Pro Max 和这iPhone15 Pro的手感 才刚刚改善了一点 第二年的iPhone16 Pro就又要重蹈覆辙 反向升级了属于是 不过 据说数字版的iPhone16和iPhone16 Plus 将会继续沿用6.1 6.7的屏幕尺寸 到时候这套6.1加6.3加6.7 加6.9的排列组合 怕是又会难倒不少英雄好汉 今年薛定谷的3纳米 让苹果吃了不少稻宅 万万没有想到 极为先进的3纳米公寓 居然还不如继续在4纳米耕耘的 骁龙8 近3和天机9300 很明显 这并不是正常现象 所以大家都把期望寄托在了 明年更为成熟的第二代3纳米公寓 能3以上 但比起性能方面的提升 另外一个小道消息 倒更引起了Tiger的注意力 大家知道了 即便库克深陷牙膏吃多年 但连接了两年牙膏A17Pro的性能 也并不算长 不然也运行不了生化危机 刺客信条之类的3亿大作网 真正困扰iPhone性能的 其实是散热 据说苹果终于是意识到了这点 将在机身内堆石墨烯散热和威斯均热版 用来改善困扰iPhone多年三秒真男人的疑难杂症 除了打算在机身内部大作文章 据说苹果还打算给iPhone16的电池 也做一套定制散热装置 从前段时间曝光的电池叠照来看 果子似乎还给电池套了层金属外壳 像是用来加强电池的散热能力 2024年了 苹果终于要做散热了 也清洁 如果以上爆料都属实的话 那么明年iPhone16的性能表现 Tiger还是蛮看好的 除了屏幕电池散热的爆料外 最近还有小道消息说 苹果正在偷摸着测试单挖孔屏的iPhone16 Pro 虽然对于iPhone来讲 每一代改头换面都无异于一次史诗级升级 但就与Tiger这么些年 对苹果尿性的了解 今年iPhone15标准版 才刚刚用上极为先进的灵动岛呢 反手就来个单挖孔家屏下FaceID的被词 就就不太像是苹果的风格了 再加上灵动岛本身就是基于药丸的形态而生 二者互相成就 强行在单挖孔整灵动岛的话 不就跟各路拙劣模仿聊S 一路货色了吗 正要做成单挖孔家灵动岛的组合 那还真不如硕大哥要玩看着协调 过去这么些年 苹果之所以没有像安卓手机那样 为了追求极致的屏占比 归根结底 还是苹果为了那个FaceID 妥协太多 从iPhoneX的大刘海 到iPhone13的小刘海 再到iPhone14 Pro的灵动岛 苹果也是用了整整五年的时间 将原本说到无比的FaceID 模组 元旗简集成 在不缺失原先任何一个功能的前提下 将整个模组一点点变小 所以 与其说苹果良心发现 一步到位 直接在iPhone16实现了全屏下FaceID 模组 Tiger还是更倾向于 苹果在通过一两年左右的时间 缩小灵动岛N模组的面积 以达到真正的单挖孔形态 有点抽象 但就像iPhoneX到iPhone13那样 只是 以之前iPhone13系列突然缩小刘海 第二年就突然直接砍掉 推出了搭载灵动岛的iPhone14 Pro的情况来看 也不排除苹果一步到位 实现单挖孔 被刺老用户的情况后 不过Tiger觉得吧 比起换外观 设计这种不痛不痒的牙膏操作 既然果子都打算在下一代iPhone16 提高机身 电池的散热能力了 那啥时候能把充电功率 不求多高 能提高到隔壁某某某的水准 那都足以让果斐烧高香了好吧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 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